保护僵尸仍然有责,我是小娃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黑暗史达里的五大恶心王 首先第一个,国王僵尸 坐在第九盘,啥也不用干 必须小手一点,就能给普通僵尸加头盔 本身这个世界的僵尸就难缠 现在还加头盔,真的就是难上加难 第二个,小丑僵尸 平时的小丑僵尸感觉还行,不难对付 但一旦他转动起来了,就很恶心 植物们看了多瑟瑟发动 第三个,骑兵僵尸 一旦他出场,基本也就半了了 手握长毛,发起冲刺 分分钟钟就能秒杀植物 且长毛还能做抓物 你们就说他恶不恶心 第四个,魔法师僵尸 虽然这老头行动是归宿 但手里的魔法棒是真恶心 动一动手里的魔法棒植物变绵羊 导致猪无法攻击 无法攻击就算了吧 他还不能铲除 你们说,起不起 最后一个,大法师僵尸 这个老家伙和上面那个老头一样 全是一个套路 挥一挥手里的魔法棒 就能让植物们直接进入梦想 也不能攻击 造了兔子坏得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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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